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幸运频道 这期影片讲的是昨天 东航一架搭载133人的客机 在广西藤原县发生事故 伤亡,事情不明的事情 事情是这样的 一架东航搭载133人的波音 737客机在广西乌州腾县 发现事故引发山火 目前旧元顿已经积极在靠近所有位置问明 这样的事件 给大家 还有就是这个网友的 我刚刚才我跟这个机长一个区域广州 广州一直在频率和115里面反应 喊他们说7535 5735 然后你现在的区域低于高度 高度258米 听到回答去了广州 所有的区域都跑的落地 然后把气方落落进来 飞机下 不落下高度 把空运全部给他们清空 结果这个 也就是说一架空机就是某个零件出了问题 然后他是 然后突然飞机就是飞到广西那边就是突然就下架了 然后嗯那个飞机驾驶员一下像那个有飞机有飞机呃看过飞机电影的有有那个东西啊就是那个也把手员他是可以把飞机拉上去就是那个那个按钮拉上去 但是飞机飞机员怎么拉的拉不上去就也只有眼睁睁的飞机掉下去 就掉到掉到山里面 然后就爆炸 嗯现在死亡未明 不过这种这种事故基本上啊没有不可能有了生怀 我是希望有了生怀但是不可能的 因为这个事故很大很大 成功就没有 我以为我会的 mathematical 以前有美国有一架飞机 都是从突然的就不 rain 可以算是两半 然后他其他是所有的呃呃 顶客和工作人员全部死,就只有一个侥幸的活下来,但是他的骨头断了。 中国民航5月3月15号向国内航班公司下达命令,不得要求各公司检查在华英运营400架波音737系列客机因 因降升级向空,以装饰安全隐患,对于问题以及进行更换。 内地400余架飞机存在安全隐患,就是很多100架波音737系列客机都是有安全隐患的。 但是呢,还是开扎飞机,导致这次事故。 还有就是群里有人发,就是,今天网上发的关于东华新闻,请不要发疑,不要恢复,不要在任何社交平台讨论和转发。 不得接受任何媒体采访,以总部官方发布信息为准。 就是,就是,就是那个当今的那个拍摄的,呃,最急的视频。 就是,就是,嗯,这场事故是很惨,说,说白了,他就是不检查,为了,为了,为了省钱,为了节省成本,他就是不检查,导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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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次严重的事故。 不过他去检查,把这个坏的连接换掉,这,嗯,这个东华波音737的客机,嗯,这次事故会,会出现吗?是吧? 而且正常的坐飞机的,这种事故的很少很少。 这是那个,波音737那个乘客,乘客的那个工作人员。 嗯,是吧,嗯,嗯。 咳,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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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791 呃 教科年龄6.8年就是 已经开了6 6 6 6.8年就是6年多了 机上还乘客 呃 空底 乘客组啊 最初步共有 就初步了解有132人 几个这么多人 这是那个 这是那个起飞的 坠落的图啊 现在就是 从一百一百二十 米然后 漫漫的飞的去去往低的 本流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是那个中国官媒的那个消息 啊 商王初步问明 商王 情况初问 记者问明广从广西 广西运气园 管理 呃 或者 一架空 空击 载客133人 33人的 波音737 波音737的客 客机在广西 乌州 嗯 同藤县发生 引发火山 火山 目前 救援队已经打了 而且 不念了 大家可以 稍微看一下 这是那个人家 发的朋友圈里面 不要哭了 他妈的 好久 好久没出这种事情 上楼的时候砸了 去看 这是飞机的那个遗憾 是网友拍的 去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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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场视频 怕 等下 我把亮度调高一点 等下 不好意思 i'm sorr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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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rry 把两路调高一点 这些遗憾 因为你眼睛看的没有许多 但是相机看就不见了 这是那个客机的 就是已经找了 你眼睛找的吗 把新鸟放了 我接起来的路过的 这个图我又不用去 刚才我又可以看了 就是从中上从下 然后是它是 从从云南昆明 13点11分 起飞 到广州白云为2点 2点57分 下飞机 是这样的 这是网友发的截图 就是波音737是 波音机南行 这是本来是南行的 然后这事情是中行的 因为它南行的是 有一件事情是 所以我 之前我推特发了是南行的 因为就是这个圆 上面写的是南行 但是前面的视频 还有前面的图片 是动行的 所以我也搞清楚 怎么搞的 嗯 怎么搞的 南行 南行 客机架里 1992.12 11月4号 广州 嗯 贵贵林县 一直下波音737 飞往过程中 嗯 高度空架突然 高高度 高度 嗯 突然下降 然后7点53分 嗯 左右 飞机往靠近 近乎沙白式的冲 冲下之势的 坠坠于 嗯 桂林 桂林 疾风机 嗯 约32 12处 然后贵阳县附近 引发尺股是1992年 的时候 听到 就是那个飞机 那个东航的飞机 造了那个监控视频 他这个 听到听到就是下去了 就 看到了没 就是一架飞机 这个南行呢 这个南行跟东航的四孤里 也是差不多突然的就飞飞机 就就突然的就下降了 说白了 他就是 说白了 他就是 他的零件 没有进行解修 导致这个事故 导致导致这些事故 而且这个事故是非常严重 不过这个事啊 还有就是这个 就是1992年广州桂林县 这个事情 之前我发的就是说 南行呢 就是因为 就是 就是因为 发的图片上面 人家发的时候 有 男好的样子 导致误解了 因为我 我也是 刚刚开始 我也是 刚看到 看到消息 最新动态 一驾驶 升级118名 骑者游 98年 叔叔 这是乌克兰的 这是 这是中华民国 台湾总统 嗯 蔡英文 然后 答 慰问 东航 扎载132人的客机 台湾总统 总统府 发发言人 张 张于涵 今晚3月21号 转达 蔡英文的关怀 为其慰问 据台湾 据台湾 时报 联合报 嗯 报道 张 张纯 郁涵 转达 参与文下 不幸的 郁南者 之旅客 及家属 表达 调碍之一 嗯 七派 收救 工作人 工作顺利 能顺利进行 这个事情呢 我也 没有表达什么 但是我也是很难过的 这件事情 毕竟 132人 的一条命 就一架飞机 最后就没有了 但是我们也没有办法 我们只能调啊 和慰问 只能向 嗯 132人的 动航的一个客机 还有公众 工作人员 嗯 遇难 表示默哀 祝他们一路做好 但是希望有 有 有有幸存者 但是 幸有幸存活下来的人 很少很少很难很难 有 也 少数有可能 活下来也有可能 就像北 就像美国那个 飞机坠毁世界一样 就骨头断啊 怎么的 就会参加 没有办法再继续找啊 航空工作飞机上面继续工作 只能 只能 只能什么 只能做后进攻 做后退休 还有就是 还有就是 这些中 这些新闻 我就不念了 因为 这个事情就是 还有个事情啊 就是一个小粉红 嗯 发那个 发那个 评论 在微博上 劝 劝 我劝大家 别人去看香港和日本 对最激 最激的 评论 那些根本不是人 连狗都不如 那些 家伙最好给我 暴斃 尖头 这种人就是没脑子 就是个傻逼 就是讽刺别人 别的国家或者其他人去 有灾难有战争 就是没有脑子 这种人完全没有脑子 他妈的 他妈的 还那个 红威那个认证过的 不知道他妈 是什么玩意儿 还认证过的 这个大号的 他妈的 你看上面的什么 什么什么 红 红 红蒙 红蒙 红蒙OS 我操 就这个用华为的 华为的 华为的 脑子 有问题的才会去用 买华为 然后还 升起了所谓的 鸿蒙 鸿蒙系统 这种人 这种人 脑子 就是个猪脑子 脑子聪明的话 脑子不是傻子 不是个脑残 他就不会用这种 不会去用华为的设备 也不会去升级 也不会说这种没有脑子的话 有脑子 绝对不会用的 因为有脑子知道有安全隐患 绝对不会用 绝对是亏去用 苹果三星这些 没有安全隐患的设备 我们这个话就不说 这是那个凤凰卫视的 哎呦 这种假新闻就不看了 好了 那我们就 这个影片就到这里吧 还有就是我们再看一下 去广 广广广东西文方 细则广西 一级管理存在霍西 一家 广东航载 搭载133人波音 7三机 客机 在广西 广西 乌州藤县 落地 引发了引发火灾 目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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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援 队伍已经集 集结在 正在靠近死亡未明 现在大了需要大了血液 稍后 血液将进入乌州市 学校内 及其供血 将采集 血血 复合调节的同学们 兼其 小一号召 连助我们的同胞 今天下午18点左右 性血 应该是昨天的 因为消息是昨天出来的 注意性血则 充足睡眠 不要过度劳累 不要过度剧烈运动 现血者 务必空腹和饮食 饮食肥肉 油脂等有力食物 现血者可以使用清淡食物 现血者前一周如有感冒发烧 现血月经不调 暂停缓慢 现血 现血的 请注意 你学健康主义 不要进行强烈运动 然后这其他就 就不那个了 然后其他的就不看了 然后 嗯 这是那个 航空 然后那个 就是那个 然后 东 东黄那个 事故现场 报道那个照片 我们再来看一个视频 这个视频 前面就 这个视频就跳过了 这个网站的记录 为保持绿色 网络环境 还有您的身体 这是中共的那个接控 减少次数 预防上当受骗 收到 真贴心啊 是吧 真贴心 怎么样 非常贴心 非常贴心 真的贴心 哎呦 少玩玩的 直接直接打电话 不来抓你 直接打电话 就真的很贴心 最近这段时间 封献许子八的事情 就被众多网友所忘记了 铁链生产厂家 正在日夜赶工 以此弥补前段时间 所造成的精神病空缺 我们来再看一看 这个 这两位服务员正在干什么 他们正在从垃圾桶里面 把吃剩下的火锅底料 全都咬出来 之后 你说你想想看 这是 警察把这火锅 火锅的汤 从垃圾桶捞出来 倒到桶里面 这 然后这 在干 在那可能消费者 喝 你想想看 这都噁心 垃圾桶里面 这个时间很快就火爆了 警察在他们店 这是说了道歉 他说是 警察 商家所说的 这些 逃出来火锅击掉 是有那个环网公司 你们相信吗 你们相信吗 你 这这种人 都恶心啊 听啊 但是 这种嘴脸吗 把这这种 不健康的东西 就拉着桶里 捞出来给人喝 还说是 捞回收的 你看想想看 这种人 赚这种钱 也是 不是人啊 情感 你说这 你说 那个 这些无理无量商家 多恶心啊 如果想要看 看这段完整的视频啊 请到我的频道里面看一下 我 之前我有 有发过这个 视频啊 这就可以去看一下 那我们这个 影片就到这里 我们下个影片 再讲 还有就是 就是有个网友 就是在朋友圈 发一个 说 要骗了 网友 就是 嗯 习奇兵赶快走 然后就被 嗯 中共那个 警察就是 嗯 抓去喝茶 然后就进行迫害了 还好就是 喝茶也就是说 只是个威胁 就是恐吓你 威胁你 然后怎么怎么样 然后让你先把这书 然后下次的话 直接就抓你 现在 所以 就是中共啊 就是你接口你一切 一切 一切 言论 来抓你 迫害你 说白了 就 哎呀 那个口袋罪啊 也到 寻思思罪啊 不当言论罪啊 反正就是 所以 你想要说 他说这句话 你 犯哪句法啊 啊 犯哪句 犯哪不法了 怎么不能说呢 嗯 中国不是言论自由吗 为什么要说这句话 就要来抓你呢 是不是 中国很安全吗 管卖人口这么严重 中国官员 都退管卖 强奸 还有这 强奸 强奸他下属 你说多不 恶不恶心 因为女团官 睡 睡 所谓的男领导 就是男团官 四米 才能身上四掌 一个 三线 三线的四掌 你说 恶不恶心 好了 那我们 这个影片就到这 我们下个影片再见 呃 希望 呃 预念者 在这次 呃 能 预念者能 平安的 就是能 安心走好 有 有预念者 希望能能 如果有幸福的能 呃 平安 那我们下个影片再见 然后同志 呃 喜欢我的影片可以点赞 按赞订阅 同志点按下小铃铛 呃 可以为我赞赏 呃 谢谢大家 我们下个影片再见 拜拜 拜拜